我这么做会不会失去保修 这个东西保修4S店管不管 已经快成玄学了 不少朋友就因为保修两个字 被4S店按在地上狂抽不能还手 因为不懂就有点害怕 车子毕竟也不是一笔小钱 今天跟你分享的是 4S店拒绝我们保修的这四种理由 我们不妨听一下 了解的足够多 哪些事情可以 哪些事情不可以 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那么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 就是车子没有按时保养 那这个车子保养手上会写的 比如说5000公里或者是三个月 那就是要做保养的 你超过5000公里没去 或者超过三个月没去 都是算未按时保养了 但同样是未按时保养 不同的品牌 他们处理态度不一样的 比如说福特大众上汽等等 一般是一刀强切的 什么意思 那不是说不好超过5000公里的吧 5001公里 90天超过了91天 而三个月超过了一天 都要算我们这个脱保了 就是不享受保修政策了 就是非常的死板 那丰田啊 起啊 现代呢 他这种处理就不太一样 他会来看的 你这个现在要申请保修的这个东西 和你没有按时保养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打个比方 我这个车子发动机坏掉了 是要去换一台新的发动机 那么明明5000公里做保养的 我2万公里没去 然后人家4S店看到这个是因为机油更换不及时 长期磨损过度把发动机给磨坏掉了 那他这个就不赔了 但是说我保养的确是没有按时去做 我这个车子的喇叭坏掉了 那这明显不是换机油做保养这个项目的事情的 那即便是超出刚才说的那几个品牌 他们是大概率会给我们进行更换的 所以说不同的厂家 他不同的政策 还是相差的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留心一下 但总的来讲 我们消费者或者车主还是弱势 最终解释权还是在4S店或者是厂家了 他说了算 说你脱保就脱保 说还可以给你换换就换换 我们自己来的话 最好是一天都不要超出 这样是比较OK 那么刚才讲的第一个拒绝保修的理由 就是没有按时保养 那么第二种拒绝我们保修的情况呢 是自己加装改装 这个汽车三包里面是有一条规定的 说明书上面明示不得改装调整拆卸 但是我们买车的人自行改装调整拆卸 造成损坏的不赔了 明明我买的是鲁素灯 我改成仙气灯 那仙气灯坏了 4S店是不管的 简单的说就是改了哪个部位 哪个部位就不保修了 这句话非常重要 经常会被4S店滥用 什么意思呢 我自己是在外面改了一个灯 但是你这个车子打方向是歪的 刹车是不好的 你照样还是要管我的 你还是要给我理赔的 并不能因为我在这个车子 一万多个零部件里面 我只有一样是自己改过了 你其他9999样都不管我了 这个是不可以的 消息也是不认可的 改哪里 哪里就不保修 我自己换了中控导航 那我哪里买 我哪里去保修 我中控导航换了真皮座椅 你质量不好 退皮了 那我当然是找你4S店的 这点是要跟你强调一下的 因为很多4S店经常滥用这一条 你改过了 改过就脱保了 我们一概不管 这种吓人的伎俩 我是不太舒服的 所以也说给你听一下 那么第三种拒绝保修的理由呢 也是常见的议论焦点 去外面的维修店做保养 这以前的话呢 真的是不行的 但是现在啊 交通运输部已经修改过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了 车主是有权自主选择保养维修地点 4S店和厂商 不得以此为理由 拒绝车辆提供保修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改动 你找个五年八年啊 真的是不可想象啊 这个一出4S店店门 就直接不管我们了啊 现在这条改过之后 是对整一个行业规范 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竞争激烈呢 不是说我没有选择 现在我到处都是选择 就要拼服务拼价格了 这个对整个市场的健康度 和对我们买车的朋友 都是很有保障的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车主有权自主选择保养维修地点 不能因为这个拒绝自保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这个第三个拒绝自保的理由 现在已经不成立了 我们可以给他画个大叉叉 哪个4S店再说出门不管 你敢找外面的维修厂试试看 要这么怼你的话 直接跟他说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你去查一下 现在这个世道不一样了 规矩也是不同了 那最后再讲一个不自保的理由 就是人为弄坏的 我4S店是不自保理赔的 我买个手机 用着用着掉地上摔碎了 那当然不自保不理赔了嘛 那车子一样呢 你开着开着 你开坏了 是你开坏的 不是我车子不好 这一条也经常被滥用 4S店也经常以这个理由 来拒绝给我们自保 但是我去查了一下 我们手上还真是有武器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它里面有个细条规定 车子买来6个月以内发生故障 车子它到底是人为的呢 还是质量有问题呢 这一个证据把它找出来 或者证明 是由厂家或者4S店来负责的 就是说 我就说你是质量有问题 4S店说 这个是你自己开坏的 这个证据要4S店拿出来 而不是说 4S店说 我质量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证据拿出来 你去出质检报告 你去打官司 你去打个半年 一年打个20年好了 我们店大不怕你 现在就不是这么个情况了 所有的矩阵 是让厂家和4S店来反证 反过来证明 我们说的事和事实不符的 才可以 这个规定 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排脑们想想 也是你质量有问题 新车买来三天 这个大灯灯泡不亮了 比如说是这样的 车子开了200米轮胎骨包了 人家就可以用这个条款欺负我们 我要怎么去证明 这个轮胎骨包有问题 我家亲戚又不是开轮胎厂的 这检测在哪里检测 我都不知道了 以前就只能吃闷亏 虽然道理是在我们这质量问题可以换 但是我们无法操作 但现在有这么一条的话 好很多 现在是我说你轮胎质量有问题 他说我没有问题 是你自己用坏 那你这就找出来 我是怎么用坏的 你告诉我 这个沉重的包袱 移交到4S店和厂家这个地方 我们消费者真的是可以轻松很多 今天我给你分享的 四个拒绝自保的理由 只有第一条 不按时保养这个东西 是我们要注意的 其他的三条都是被滥用的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么4S店 一句话 我们多掏200块钱 就是因为这句话 我们倒吸一口冷气被吓到了 心爱的配置自己就不敢装了 今天跟你分享这个 如果你周围有朋友 遇到类似的情况 你不妨发给他 让他看一下 现在主动权都是在我们车主 消费者自己的手上了 那这事其实还没完 我还去整理了一点资料 刚才讲的是拒绝自保的理由 对吧 还有什么呢 哪些配件 即便是在自保期 也是不保修的 我干嘛还要在你4S店做呢 哪一些保养项目 我其实在外面做 也完全不影响我的自保索赔 然后真的出了问题 我这个自保索赔怎么做 第一不干嘛 第二不干嘛 我自己要不要把钱垫出来的 等等的问题 我全部给你整理成清单了 如果你有兴趣 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呢 不妨关注一下 我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关键词 保修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呢 每天都会给你推荐一段 超过60秒的汽车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那想要知道哪些配件 新车买来就是不保修的 或者说 哪些项目我外面做 也完全不影响保修的 我自保到底要不要垫钱 流程是怎么样的 很简单 手机打开微信 搜索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保修 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 等你来玩哦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